今天27号,北京冬奥会三个赛区的冬奥村正式开村 各代表团的大部队是陆续进入北京 那么另外呢,是延庆和张家口北京三个冬奥村是大量运动员入驻 经过参赛资格的确认,有91个代表团将参加北京冬奥会 其中运动员在2880名左右 在北京冬奥村,根据场馆运行团队提供的代表团预计抵达信息 正式开村的第一天,预计有20多个代表团的超过360名成员来北京村 包括中国、法国、芬兰、意大利、荷兰、波兰、瑞典、日本、加拿大等 这些代表团里面大部分的先前人员在先前预开村期间就已经入驻冬奥村 进行信息确认、房间布置、场馆踏刊等 先前入驻的代表团成员已在北京冬奥村居住楼上布置了各自的形象景观 包括对齐对挥等等 楼体呈现出了中国红、荷兰城等各代表团的标志性色彩 冬奥村是运动员和随队官员赛时的家 提供住宿、餐饮、干洗、健身、娱乐、购物、展览、会议、医疗、交通等一系列的服务 1月23日至26日18点预开村期间 与东奥村住宿分配团队签署最终确认单的代表团共41个 明确了4129人的居住要求 其中北京村共1497人 严庆村共986人 张家口村共1646人 公寓楼的各类服务员 各类各个岗位都在帮助代表团进行大量的物资移入和调整 其中包括我们住宿的物资 也包括收费卡的物资 和其他他们代表团自己所携带的一些物资 分别弱位到他们自己的公寓楼内、户内 以及他们的储藏空间里面 我们所有的中心 超级居民服务中心 居民服务中心 自助洗衣中心 健身中心 娱乐中心 将开始正式运行